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小岳 25岁 来自河南 银行职员 女嘉宾小李 27岁 来自云南 银行职员 欢迎两位 结婚多久啊 结婚快半年了 这不是新婚燕耳吗 就到我们这儿来了 对啊 你早不说话 那 他非得找我来的 我也是听他的意见 我就想过来了 他让你来 你就来了 哦 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 谈了以后两年了 结婚半年 对 怎么了 姑娘今天为什么要来 就是我感觉我婚后 没有自我了 我觉得特别累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我之前一个月 可能会给自己买两三件裙子之类的 女生爱美嘛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他会夸我 说好看啊 会打扮啊 真时尚的 但是结了婚之后 我已经从两三件变到只讲那自己一件了 他还是说我 还说我不省钱 叔叔说我 主持人 他那些衣服和裙子啊 他已经堆的那家是一堆一堆的了 而且他买那些衣服 他也不穿 就觉得挺浪费的 你不觉得浪费可耻吗 问题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啊 女人爱美 有错吗 而且 我觉得我不管买来穿买来看 我觉得你都不该这样管我吧 我觉得这在降低我的生活质量 什么叫你的钱啊 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结婚之后 这钱是我们一起的吗 但是主持人 我觉得我已经为我们婚后 已经做了改变了 行 明白 就是现在这个买衣服受限 是这意思吧 对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我买的东西 我都不敢跟他说实价 我之前买了个杯子四十块 我只敢跟他说十块钱 多少钱 他买那个杯子 给我说十块钱 那你现在说四十块钱 你不是骗我的吗 我觉得我真的好累啊 我觉得我是 行 就是花钱没有以前自由了 对吧 觉得生活质量下降了 是吧 好 还有什么让你不舒服 不痛快的 就其实我们两个婚期的事情 就让我留下心结了 什么意思 就是之前他在看日子 在选我们婚期日子 然后他就说 这个日子挺好的呀 那我们到时候就结婚嘛 然后等到过两周 我舞蹈考级的日子就出来了 我那个要等一年半载 我也不想等 也不好等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嘛 我说那能不能改一下 过两天 就是结婚的日子 跟一年半一次的 舞蹈考级的日子撞车 对 说巧不巧 就撞车了 主持人 这件事情你像吧 我们结婚的事情和你舞蹈考级 而且你一直在我耳边说 一直说一直说 你让我觉得你舞蹈考级 比我们婚姻还重要 再说这婚姻也是头疼大事 对不对 而且你 你就不能为了我放弃自我 就那一天 是不是 听我这么就行了吗 但你也不能骗人啊 我哪里骗人了 我骗什么了呀 主持人 他就是 你玩的名一把 双方父母都骗到成都 到了以后 就是把他们带到餐馆 然后坐下 就拉着我爸爸的手 就在那说我长 说我短 然后还说什么 觉得我觉得事业重要了 觉得我不想结婚了什么的 还当着双方父母的面 然后问我 事业和这个结婚 谁更重要 那你说我该怎么说啊 那我也是 想让父母过来评评礼啊 婚期 本来就我们两个 已经三两个定的 就是那天 结果你非得说 往后拖两天嘛 往后拖两天 因为你的舞蹈考级 我们定的日子 如果往后拖两天 多不吉利啊 但是公公婆婆看 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觉得真的好尴尬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那后来结没结 结了 是在正日子结的 还是说考了舞蹈考级之后 推后了两天 就在那个日子啊 就舞蹈考级就没考 嗯没有 嗯没有考就 那时候就等下一周 行那就是说 女生心里就别扭了呗 对啊 这个算横着一个刺儿 对吧 嗯 反正你的要求 都达到了呗小子 那我也有听他的呀 对吧 这笨蛋啊 真是不从 接着说 就是还有 嗯就 我不是一直喜欢舞蹈嘛 然后就想着说 以后赚了钱 回老家 开舞蹈室 然后呢 我就想起搞外快 就直播嘛 因为就自己有些才艺 可以跳舞啊 唱歌啊这些 但是我想到之前 我们刷直播或者聊的这个话题 我说哎 我开个直播 他就反应特别大 所以我就不敢让他知道 我就屏蔽了他和双方父母 你屏蔽我们干嘛呀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我心虚什么呀 我又没干什么 然后这件事情 还是他朋友看见了 然后告诉他 就去他来高抓码告诉他 然后他就申请小号来看我 我还不知道呢 然后后面有刷礼物的嘛 然后一个板一大哥 天天给我刷礼物 他就会在微信上跟我聊天什么 但是我都没有回啊 然后他就问我 就蔡干家的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这是谁啊 我就说板一大哥 我诚实跟他说了 然后他就炸了 主持人 这我肯定炸 那个时候他搞这个 而且我都不知道 还是由我朋友告诉我之后 我才知道 你也没跟我说呀 那后面你那个手机一直在响 我问你是谁嘛 是不是 那你不是才跟我说了 你那个时候不是也隐瞒我的吗 我肯定很气的呀 我只是想 就是赚了钱 然后为我们的 以后的这些想法 而积攒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而且主持人 他还把这件事情 又告诉父母 就在我父母那告状 天游家出无中生有 说什么 我跟板一大哥聊天了 什么的 我手机你不知道密码吗 你看见了啊 我什么都没有回 而且他说 就当天干人家才家的 然后他就直接说 然后我就把人家删了 而且我直播我也没播了 主持人 这件事情本来我就不同意啊 是不是 而且搞直播 你一个女孩子 去弄直播 怎么说的 在这个 就是说比较传统化的话 他这个留言废语也挺多的 对不对 而且我确实也管不了你的呀 我说了好多遍 你就是不听 我才把岳父岳母给 跟他们说了 我知道是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对不对 那我不把这个事态 说得严重一点呢 岳父岳母也不 如果是个岳父岳母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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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 want to know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 want to know But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me now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 want to know 恋爱纪念日都送个十字秀 她哪儿真心爱你了 你不满意啊 我觉得她应该是记仇吧 记什么仇啊 一线运动呢 爱你的心还有记仇吗 所以你为什么 所以你为什么 是否认为了一切呢 我会让你一切关上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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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surprised it'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I wonder I'll be yours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你们听你老师们的建议吧 来 让密西进入 丘比特文卷 真正相爱 不仅仅是要欣赏对方的优点 更多是包容对方的缺点 喜欢对方的优点太容易了 而包容对方的缺点 却太难了 你们刚刚结婚才半年 这个时候啊 你们才是真正 好好相处的一个磨合期 过日子和谈恋爱不一样哦 谈恋爱 大家还有各自的空间 成家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们在一块的生活习惯 全部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你们要充分地磨合 包机灯起床 睡觉的这个姿势 各方面都要去考核 所以这个时候 你们要多多地总结和反省 不要完全都和对方一样 男人和女人本来就不一样 你非得都要和自己一样 那太子私了 所以求同存欲 在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你们要磨合 还有啊 你们这个发展趋势 我很不看好 你那个有什么事 怎么还跟父母说 让父母来帮你完成什么事 这什么行为啊 这个有时候 这不是小孩行为吗 哎呀自己解决不了了 我爸我妈帮我解决啊 然后甚至借他爸他妈之口 达到你的目的 你知道婆媳关系吗 现在就得预防着了 等出了事再解决就难了 没事少让父母知道 躲还来不及呢 你还往上送 一次两次大家都无所谓 等再一过一过 是啊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 完了 你又添油加醋 你父母就会慢慢恨他 如果你再说难听点 他父母可能会说你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看不起她姑娘 看不起干嘛娶她呀 你是不是惹祸 小伙子 千万别这么干 你现在结婚了 你是堂堂正正的一个男人了 你要学会去处理 你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你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才能觉得你们走多远 才能有多幸福 还有啊姑娘 你前面说的这几个事呢 我其实挺倾向于你的 但最后那个情人节礼物 姑娘你想多了 你要敌对心理 你是阴谋论嘛 我不觉得你老公会那么个想法 说原来那个怎么着了 然后现在报复我 然后给我送那个什么十字秀 哎 兄弟 你是报复她吗 没有 打死我也不信 你要用这个心理 我跟你讲 时间长了 你们慢慢就真成仇人了 有的时候这个事吧 不能完全拿你的喜好 来去断定她 哪怕你不喜欢 人家用心了 那你会鼓励她 老公你真好 这东西我可能不喜欢 但是你的用心 我收到了 那她是什么感觉 她下一次这个恋爱 那个纪念日 她会更用心 她就会慢慢地越来越懂你 如果你今天用敌对的心 你是报复我的 拿了那个破玩意来糊弄我 然后只是为了你什么 秀恩爱 达到你的目的 那你说说 明年这个时候让人家怎么选 那时候你真该哭了 有可能礼物都没有了 所以这事吧 真的需要去经历 求同存异 好好地相处 婚姻不是靠最初热烈的爱情 就能继续下去 婚姻靠的是激情过后 生活回归平淡 我们如何经营 你俩现在就谁也不经营 你们这婚姻 一个是自以为是 你看你刚才场上的表现 男生 这钱 结了婚了你的和我的 是我们的 你怎么能乱花我们的钱呢 你多自以为是 是 那是你们的钱 但是你们的钱 就有你决定来怎么花吗 不是吧 我不去评价结婚之后 是应该一个月买三条裙子 还是买一条裙子 但你这个话我要评价 怎么花是你盯的吗 还是互相商量的 还是彼此包容的 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说我儿极限运动 我年轻啊 喜欢刺激啊 你怎么不想想 那我妻子在家 她担心啊 她就胆小啊 我为她想想 我少玩一玩 你太自以为是了 自以为是的人 在婚姻中 就不会把日子过好 因为这以后 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两个人的事 所以你没有经营啊 你放纵自己的感受 我一直就是这么过的 我没错 而且你还没有 经营的能力 遇到点事就找父母 我最看不上这个 小夫妻还遇到点 鸡毛蒜皮小事 就去找父母告状 特别傻的行为 你因为告了状 你这丈母娘 老丈人就向着你吗 他们即便说了 自己姑娘几句 心里也是向着 自己女儿在埋怨你 给你借了一笔小黑账 你看我这女婿 一点都不成熟 不懂事 这么点小事 批评我姑娘都算了 还要拉上我们 去训我姑娘 没有大事 不要惊动父母 家庭的小问题 自己去处理 女生的问题是 消极心态 你也没有经营婚姻 只要她哪里不满意 你全部都是消极的 你如果换 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你在单位受了委屈 回到家 有我的老公 在家等着我 给了我一个 特别笨拙拙劣的拥抱 她不会 也不懂安慰人 她就是这么傻乎乎的 但她抱了我 她在家等着我 多好呀 有个人在家等着我 你但凡能有积极一点 你就不会陷入现在这个 你见远 好吗 加油吧 婚姻要想幸福长久 衣服结婚之后 已经从两三件 是吧 降到了一件 她还觉得你浪费 这是不是好像是一个 矛盾各自都用力 但是不可调和 但是你们有没有做 共同的一个规划目标呢 这是我们要攒多少钱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缺多少 所以这一阶段 可能一件衣服都不要买 达成了那个目标 给你买两件衣服 又怎么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划 计算 就觉得感觉 哎呀 你太浪费了 所以一旦我们达成了 共同目标 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 再说一简单的小事 哎 你买那电脑桌 你算好时间了吗 等自己腿好了之后 是那个时间吗 你别说快递快了 能快几天 你那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快那么两三天 是那个问题吗 你们的生活呀 要落到尘埃 要落到现实的烟火里 就得计算 两个人一起 你看看 以后还有没有这些矛盾 好不好 理性生活啊 感性的去浪漫 就这 人到底为啥要结婚 是哪些人 都不想完整的 就会歇会 就会帮你 看来 是哪些人 都不想完整的 哎呀 都不想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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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想完整的 都不想完整的 我们的部分 都不想完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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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